从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跟市场跟企业的关系 跟经济发展的关系 是也有一个过程 对 就是我们讲刚开始 就是允许企业有一定的灵活度 然后呢就允许国有企业 然后允许它有一定的自主权 就是政府我给你下一些指令 我觉得你该做的 剩下你可以自主 然后就慢慢变成 要做现代企业制度 允许企业自己决策 自己自负盈亏 自单风险 多元的所有制结构 它要求企业 就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就是适合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 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 也有国有企业 就是它会承担一些 政府觉得特别重要 容不得出风险 或者市场不愿意做 属于要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一些领域 所以我们就原来就讲过 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就类似于市场经济中间 那种可以自我发展 自己有竞争力的企业 这个过程也是走了好几十年了 您是反对政府借产业政策之名 去做更多的干涉 那您觉得政府的产业政策 如果是一个合适的一种起作用的方式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或者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还是要有产业政策 它是这样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产业政策过于的承担了 它承担不了的责任 也不是说它本身有问题 就是说那个想做计划的人 和想做市场的人 都把他的想做的事情 加载在这个产业政策身上 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 他其实完成不了的事情 就显得很荒唐 但是随着大家对产业政策 理解的加深 和中国经济中间 一些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产业政策还是继续在发挥一些作用 我觉得最重要最突出的作用 就是对那些竞争失利 退出企业的支持政策 我们叫退出援助政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社会的发展的活力 和社会的稳定性中间 能达到一个社会接受度 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那是个什么状态 那个状态 我觉得现在就还不错 因为计划经济 政府一统天下 所以政府逐渐地 从那种运营模式中间 在退出 我们叫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为社会提供一个 基本的公正的要求 为社会秩序提供一个良好的运作 我们大概建议就是这三条 因为中国这40年 它的一个大线索就是从计划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其实它要说到底 就是政府和市场各自边界的不断地调整 原来政府管了不要管了 市场做不了的市场来做 就它和我们这个改革过程是相同的 改革过程调的就是正常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和社会的关系 和公民的关系 这改革的本质 一场比特就是是 亮训仰的 亚客天 氏 金氏 幸 sangat 需要